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伊利亚早已不知所踪 于是侍郎就跟着脸来到她家 一起讨论接下来的作人计划 但当脸得知英雄命后 便和侍郎一起急忙赶回 但家里已经人气握空 这时侍郎接到一个电话 随后又急匆匆地跑出去 原来是身而行驶的鹰 将她带到了学校图书馆 目的就是为了引侍郎过来 然后让Rider看到她 只身前来的侍郎肯定不是Rider对手 很快就被打倒在地 不过Rider好像有意再帮着侍郎 他在侍郎的耳边敲出说道 随后就一拳将侍郎打飞到了侍郎的上方 侍郎利用魔术强化了随手拿到的书 顺时就向神儿扑了过去 他躲走了神儿的武器 并将阴护在自己的身后 恼羞成都的神儿想换击 却再次被侍郎接到 他愤怒地爬起来 大声命的Rider杀了侍郎 这时阿传儿带着脸破出耳朵 瞬间制服并击败了Rider 看到领前来营救侍郎 鹰的表情错误复杂 神儿真实不妙 立刻拿起侍郎书 强行命令Rider重新潜见到 侍郎想以阻止神儿 却见身后的鹰突然表现的异常痛苦 神儿手中的侍郎书也开始燃烧起来 最终化为亏计 神儿急忙转身查看鹰的状态 据不知何时Rider已经站在了鹰的身后 神儿兴奋地还在向Rider报复失令 但其实Rider已经不是太总者了 剑铜家族的血脉其实早已少用 它们的血统已经无法再诞生母术师了 但现在自有能力合法进入家族 参加圣杯战争的只有剑铜鹰了 由于咒令系统正是由剑铜家族创造的 因此鹰用一个咒令制造了这轮书 让神儿成了Rider的Master 这样它便可以提短不好 此时众人都知道了鹰才是真正的Master 神儿不服气大叫 他命令鹰使用最后一个咒令 将它变成Master 但他忘记了 这样的话鹰就用完了所有的咒令 那么Rider也会个人消失 在里内提醒下 神儿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地位 但他还是不愿放弃 他要求鹰指挥Rider进入战斗 果不其然他遭到了鹰的拒绝 神儿说了一句去死吧 随后捏碎了手中的一个玻璃物 同时鹰的耳朵也炸开 里面的液体洒在了鹰的身上 鹰的表情逐渐像被玩坏一般 狮狼想靠近它 却被Archer直接击沸了出去 这使鹰的周围出现了无数魔力黑洞 Archer提醒众人赶快离开 鹰正处于失控的偏远 而鹰的魔力可能会吞噬到其他人 一旦鹰的魔力殆尽 鹰也将会自我毁灭 Rider为了阻止狮狼的人逃走 与Archer战斗了起来 此时校园已经被血色及一笼罩 可知在此时 鹰一边抵御自身痛苦 一边想治Rider 可是作为从者 他必须先考虑Master的身份安全 于是他拒绝普通鹰的命令 并脱下了眼罩 作为生前是美毒杀的Rider 他使用了石化剂魔眼 将所有人都定在原地 这时一颗暴走的魔力黑洞 逐渐在里面眼睛浮现 就在黑洞炸开的那一瞬间 侍郎推开了脸 醉却被黑洞中伤 鹰看到这一幕后 似乎加速了他的暴走 可是后面的事情 昏损过去的侍郎 已经不从得知 等到侍郎醒来时 他已经身在就坏 脸在不远处休息 奇李来到礼堂告诉侍郎 他刚完成对鹰的手术 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 为了救回鹰 奇李用尽了他全部的魔术课印 目的就是为了清除 并不用全身的柯蝇虫 所谓柯蝇虫 就好比一种活动魔术回落 当他救人体 就会渗透身体的美术地方 并汲取生命力 他刺身皮肤 并助刺激情绪液体 最终会为了满足自己的学业 而导致宿主死亡 因此十一年来 一直遭受柯蝇虫青蛇的鹰 早已身心俱残 破本不堪了 简凭其理的魔术课印 并不能清除所有的柯蝇虫 若要全部取除 估计只能依靠圣不得力量 蝇虫听完奇理的解释 突然站起身来 银最表示 既然鹰已经成为了 一个失控的master 那么作为动墨师的管理者 自己将接不起 清除鹰的责任 此时奇理说出了一个 不为人知的真相 鹰其实是脸的亲妹妹 起初原本家有两个孩子 但魔术师只能有一个人来继承 因此脸被留下来 而鹰则被送去了 虚卖已经摔要了的剑统家 过去成为合法技术人 显然由于从小银和鹰 就没有亲妹的紧密关系 银对待此事 愤怀地冷觉 他为了让鹰不再失控 误害他人 他决定杀掉鹰 可当众人走进鹰的房间 才发现鹰早已离血 大开的窗户 似乎预示着鹰是从那里逃走的 果然侍郎在窗户外的地上 发现了当初自己亲手 交给鹰的家钥匙 侍郎回起当时 鹰收下钥匙那一刻 笑着说 下着雨的深夜 侍郎决定赶在你之前 将于找回来 但他半路却遇到了伊利亚 他似乎知道所有的事件 包括失踪了的鹰 他想对侍郎表现出惊妮 却被侍郎下手推开 此时伊利亚没有生气 反而点起脚 抚摸着侍郎的头 安慰他 并缓缓地道出了自己的目的 原来伊利亚的说声 就是为了替家族赢得圣美战争 而他自己的目的 就是杀掉七四个侍郎 但如果侍郎说 想保护自己所爱之人 那么伊利亚就决定 成为他的同伴 因为这是正确的事 大雨依旧吓着 侍郎与伊利亚分开后 他终于找到了 无处可归的鹰 他想带鹰回家 但鹰不敢让侍郎靠近自己 原来他耳之里的液体 并不是毒药 但却足以让他变得十分敏感 随时都会失恐伤人 此时因为了不让侍郎靠近 他将自己所有的谎言 都坦露在了侍郎的面前 包括来到侍郎家里 也只是因为爷爷的指使 他无时无刻都想结束 自己对侍郎的依恋 可是他做不到 因为他太在意他 每天他都在恐惧和幻世中 惶惶不可忠认 但他依旧想守护 和侍郎在一起的时光 因为这对他而言 是唯一有意义的事项 侍郎毫不犹豫地 走到鹰的面前 他坚定地说 无论鹰发生任何事项 他都会原谅和永远支持他 他不愿让鹰再哭泣 侍郎将要是重新交给鹰 并告诉鹰 那也是他的家 鹰很想身手去拿 但他还是害怕 鹰在很早以前便失血真减 并且直到今日还在遭受侵犯 他认为这样肮脏作戒 是不值得被侍郎守护的 可是侍郎并不在乎这些 他一个剑步上前 紧紧抱着鹰 狮狼如此坚定 就让鹰放弃抵抗 两人牵着手一起回家 可这时领带的阿刹 出现在了他面前 鹰原本想说些什么 但他鼓起勇气 继续牵着狮狼的手 从里面身边走过 狮狼和鹰回到家里 但是由于鹰的魔力不足 导致他的状态不是很好 狮狼为了帮助他 咬破了自己的手指 将自己的血液给了鹰 舔完手指后 鹰似乎好了一些 于是他与狮狼到了晚安 便将门关上了 第二天狮狼和鹰一起做了早饭 不仅如此 他们还邀请Rider一起用餐 狮狼叮嘱鹰留在家里 自己会为他引渡圣美战争 为了达到目的 狮狼决定与其他马车联手 狮狼离开后 Rider出现在了鹰的身边 鹰嘱咐他要保护狮狼 这时Rider提醒鹰 他更应在意的是其力 没想到上一秒还纯着无喜的鹰 下一秒就表现出黑化姿态 鹰轻密地笑语说 那个人永远不可能打扮自己 Rider走后 鹰终于坚持不住了 他亮亮强强地倒在地上 他 他竟然 释放完自己后 鹰小手 面对镜子突然变焦起来 他冲紧着狮狼 有影和他在一起 不过很快 他收起了表情走出去 同时一个黑影 也吻随鹰儿穴 狮狼决定找伊利亚联手 在狮狼的指引下 他身无树林 但不知为何 狮狼突然消失 狮狼低头查看 才发现是一条形状折旋成虫 将狮狼吃了个干净 不难想这一定是虫狼所为 果不其然 此时伊利亚正和虫狼在城堡地址 看着眼前这剧 腐烂发出具体 伊利亚用祖先的教义 质问虫狼 当初是为了什么理想 才在努力达到 非人机械同时 保持领性 但虫狼早就遗忘了初衷 他只想要布水的身体 为此他不惜一切代价 要赢得胸背战争 来实现自己肮脏愿望 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虫狼却照会出了黑化的C吧 仅仅一个招式 他便将周围的一切都不管再见 幸亏即使感到 连使用魔术将士郎救下 否则就连士郎都不能夕灭 巴萨卡护着伊利亚 挑到城堡残垣之上 所看到的是 走到何处都寸草部宿的黑C吧 巴萨卡毫不犹豫地先冲去 却立刻被虫袋铲住 随后便被黑C吧一剑批死了 虫狼对战局十分满意 胜券栽物的他心里开了 巴萨卡此时发动复活技能 再次站立起来 他不顾伊利亚宣索 这次战斗的波及范围更大 另一边车队重爆 一边命令阿杰 带上士郎和伊利亚 等到了安全地带 阿杰将士郎睡在地上 然后轻轻地将伊利亚放下 就在伊利亚还在为巴萨卡担忧时 阿杰成功制止了哈桑偷袭 哈桑发现无法抖手后立刻逃走 阿杰紧追起后 阴险的哈桑在此扯套 阿杰不幸被红带击声 此时巴萨卡的处境十分危险 伊利亚无法忍受眼前惨状 他大声喊着巴萨卡的名字 巴萨卡也响应了伊利亚的召唤 居然真的正脱了红带的处火 再次与C8激战起来 然后巴萨卡的十二失恋 最后还是全部好剑 惨死在了黑C8的剑下 黑C8来到了赤装的身边 将剑对准了他 可他并没有下手 没过多久他回到了黑影之中 将剩下的任务交给哈桑 因为阿杰不是正统英灵 所以黑影对他的营销很弱 他及时赶到就像领阁其他人 哈桑再次选择逃跑 本以为威胁已经过去 但阿杰回头看见领的瞬间 碰到出武器便出了口线 原来不知何时 黑影出现在了领的身边 阿杰为了保护领 被黑影直接扔进黑尼里 此时黑影开始虚击牧利 显然他不想碰过任何人 为了抵御他的攻击 伤痕累累的阿杰 用尽最后一次力气 开启了赤天赋 七处原魂 保护了身后的众人 终于一切尘埃落定 阿杰颤颤颤颤颤的 从废墟中站了起来 此时连已经晕锁了过去 而伊利亚则蹲守在 士党的身边 倒在血泼指中 他失去的左臂 阿杰看到这一步后 竟然也将自己的左臂砍却 并将其接到了士党的身上 当士郎带着领和伊利亚 回到家时 应激压地说不出话来 作为普通人 熟法承受英零的魔术的 他将会从地步崩坏 因此领用红布封印住了他 士郎感谢李的帮助 接着他们就在仓库里 闲聊了起来 这时应激旧地来到仓库外 听到了里面 林和士郎的电话 当他得知 原来林也和他一样 因为四年前 士郎验弃跳歌的身影 而早就注意到他时 应突然感受到了 强烈的危机感 他害怕 竟然这一点点 原本属于自己的回忆 也会被自己亲姐姐所剥夺 当晚士郎刚准睡下 这时英来到他的门口 士郎以为英又需要补出牡蜜了 然而这次并不是 甜甜手指这么简单了 只见英脱掉睡裙 穿着内衣 从后面抱着士郎 他问士郎为何要保护自己 士郎的回答是 于是两人接吻 相拥而睡 半小时后 英夸子在士郎身上 他泪流满面的够子士郎 自己害怕士郎被领夺走 士郎起身拥抱住了英 安抚了他 但在手关的一招下 英那闪瘦不敌的影子 且在告诉士郎 他怀里的英已经逐渐失控 不过士郎依旧将他紧紧拥在怀里 起床后 大家一起准备吃早餐 在士郎的帮助下 英和李的关系也有了缓和 自从英去的剑统家 他就与李互不往来 他们知道彼此是姐妹 但并不打算打扰彼此的生活 而让英更加担心的是 李会因自己所学的魔术类型 而讨厌自己 因为他所学习的是剑统家 投取他人的能力的魔术 日子看似恢复了评价 但多么是偶发的意外事故 还是在提醒大家 黑影尚在刺激耳朵 英和侍郎尽管遵大以后 经常在一起补膜 但他的身体还是发生变化 他发现自己失去味觉 到了深夜 也有时候会做一些美丽的梦 他会与许多美好的事物一起吸气 还能吃到许多的美味的韩果 这一切都令他感到无比的快乐 可是这一切不仅仅是梦 英并不知道 他的肉体已经不出控制 在黑夜中进行着无情杀戮 这天金闪闪找到失控的英 他使用宝具将英重生在地 正想要彻底老去踏实 却被英斩队了一条腿 此时画面异常恐怖 英从血泊中出生 整个人不自然地站起来 暴动的金闪闪再次开机宝具 向英发起攻击 但这一次所有的武器 都对英造不成一点伤害 就连金闪闪都没有想到 此时的英已经变得如此强大 只见英的影子变得格外的巨大 一口将金闪闪吃均肚子 随后影子逐渐扩大 很快多目视的许多城镇 都遭到了黑影C的杀戮 令察觉到情况不妙 他立刻就有侍郎 随后他们发现了 倒在门口浑身尸血的英 其实此时的侍郎 已经隐约猜到真相 但是他选择逃避 一直不能出圣伊利亚 其实也早已看出了眼线 他来到英的房间告诉她 她的死是注定的 并且无法被拯救 这让英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 他意识到自己存在 将会威胁到无数人的生命 但只要侍郎一遇坚持保护自己 那他就势必无法成为 致命的伙伴 而他就会成为 破坏侍郎理想那个人 当晚侍郎从噩梦中惊醒 抬头发现哈桑在自己房间外 哈桑带他劝崇业 没想到崇业竟然对侍郎提出了一个请求 那就是消灭黑影 崇业告诉侍郎 本质上黑影就是圣碑的内容物 是从圣碑的门里溢出的一种意识 杀掉黑影对于侍郎而言或许比较难 但崇业希望侍郎可以杀掉门 原来从十年前开始 崇业就将圣碑的碎片植入到了鹰的体内 目的就是为了让鹰吞噬从中 等到鹰的意识崩溃 圣碑就会从他前一时中大声 所以所谓的门就是鹰 显然侍郎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崇业见他如此痛苦 于是告诉他 若想救鹰 那么必须等圣碑账之后 根据推算或许还有四天 但在这最后的四天里 鹰是否会再得失控 伤害无辜的百姓 那就不得知了 侍郎万分痛苦 就像崇业说的 若要坚持太理想 消灭罪恶来拯救大多数人 那么鹰就将变成太敌人 可是那是他爱的鹰啊 回到家后 侍郎一直思考天亮 他来到鹰的房间 此时鹰已经变成了平常的样子 侍郎决定闭口不提 他问鹰设备证结束后 想去什么地方 鹰说想和侍郎一起看樱花 但侍郎似乎还是做出选择 他从厨房拿走一把刀 趁夜色来到了鹰的房间 他举起了刀 但他眼前浮现的是 他与鹰经历重重 侍郎果然还是下不去手 力流满面的他内心痛苦不堪 最终他选择了背叛 背叛他理想 从这一刻 就如侍郎所承诺的 他要成为属于鹰一个人的 正义的伙伴 侍郎离开后鹰不再重睡 他万分感激侍郎对他主护 但是他也知道 是时候该离开了 他要用自己力量去足日重夜 鹰回到了自己的家 身二来到了他的房间 他如往常一般羞辱他 身二终于得到了大坏人性结局 但这也使得鹰彻底黑化了 鹰的身世逐渐浮出水面 自幼受到的虐待和侵害 使他成为了一个工具 一个玩偶 但是他遇到了侍郎 是侍郎让他重拾笑容 可是他的命运在于他开玩笑 这张侍郎是否能够整鹰呢 下一期将是 命运之夜天之杯的最后一张 敬请期待哦 如果你觉得 阿帅解除的还行的话 还有行动的手指点击第一文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